這台車我們遇到比較大的問題是 好,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這台車 這台是Gogoro的Viva 當初買早就買的 然後有蓋了這個 燃框、踏板、寶桿之類的 那我們現在換成新的Jego 大家知道的Jego 名字超詭異的 好,這不是重點 再來分享一下這台車 尤其他的愛車呢 它只有一顆電池 這個問題很大 這台車的電池 所以它的里程並不高 最高時數大概在50 表定是50 按一顆金數鈕 它也有金數 加3而已 大家可以看到 它急速一看50 就結束了 就按金數鈕 這個金數鈕出來 我知道現在原地 吹大家放心 最高的53、54 它就不會再上去了 對 那這個問題滿大的 其實如果你騎很慢的話是OK 但如果你是想要超車或做什麼的 其實相對不安全 但有好有壞 好不好 好處是基本上 正常道路絕對不會超速 好不好 它這邊按鈕很簡單 這個按下開關 按夠騎乘的時候 是變成競速模式的開關 然後左轉燈 右轉燈 大家聽到嗶嗶嗶 是我們後來自己去原廠 在家裝的風靡器 沒錯 按喇叭之下 喇叭大概這個聲音 這個大小 踏板是我們第一家裝 護桿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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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起來的小東西 基本上都圓長 比較多 這也沒什麼好改 這台車 就主要是它只有一顆電池 大家可以看到為什麼現在是這樣 因為現在這台車我們遇到的比較大的問題 是它的後面這個開關 超常壞掉的 因為我自己是騎GoGo2 我哥這台一代 都沒有遇到這狀況 但是這台車 車廂的這個鎖 我們已經壞了三次 這是第三次 就是壞掉了 該不好 這是我們遇到比較大的問題 不然這台車其實缺點不大 這台車我是不建議在它的位置 算是有夠 但是它的踏板不是那種飛線踏板 所以踩的時候沒那麼好踩 我自己覺得是缺點 但如果大家做起來OK的話 是可以的 再來是前後裝置疊上 所以它的自動性不會到太差 這台踏板空間我是覺得還不錯 蠻大的 它是比我的GoGo2代還要大 還好還載東西 那這台GoGo2代跟一般不太一樣 它這台是沒有倒車牛 那我已經習慣2代有倒車牛 其實有些比較塞的停車位的時候 很好出來 這台車 推薦的點 就是它方便 不推薦的點就是 這個開關的問題 沒有倒車牛 再來就是如果做後座的話 就比較沒那麼好做 基本上它的問題是這樣子 所以說推嗎 推 不推嗎 也不推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我之後會繼續分享 或者是我的2代還有新的台車 喜歡的按讚訂閱分享 拜託 就這樣拜 訂閱 按讚 不按讚 按讚 nosso讚 說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